在混动车博弈的今天 各大车企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 来推出各式的混动技术 满足用户对混动车的极致追求 而今天嘉良来试驾一款新车 东风风神浩瀚 它是一台飞叉电式混动SUV 搭载了东风风神最新的四档DHI混动技术 拥有两台电机 搭载的电池包大小是1.8千瓦时 不算大 也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省去占装充电的烦恼 而今天我们将驾驶台车环绕五环一圈 看看它的实际油耗表现如何 走出发 这台东风风神浩瀚 搭载了一台204马力的1.5T 无约自家发动机 电机系统搭载了是P1加P3端的混动电机 这套系统的综合扭矩是565纽米 综合功率是215千瓦 它的传动系统上搭载了一套 四档的这种混动专用变速器 相比较于咱们传统长接触的两档和三档来说的话 四档的一个独特性就是它的档位持比更为绵密 能适应更多的路况 机械性能上也能一定程度缓解这种换挡的顿挫感 首先这台车的动力系统上在外观介绍的时候我也说了 它并不是一台那种 搭着一台电池包比较大的插电式混动车型 它还是一台常规的混动车型 电池也只有1.8度 所以这款电池多是其辅助作用 来达到它最高的这种燃油的一个热效率 同时在高速巡航状态下 因为它的电池比较小 也能相比较于咱们传统插电混动车 来说的话 首先它的质量更轻 同时它的发动机在高速巡航阶段 能达到一个最佳的巡航区间 而且一般的插混车型 高速巡航的时候也是发动机制令 但是电机此时就没有作用了 只是一个比较沉的累赘 而它电池包比较小 所以说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整车质量很轻 高速巡航这块燃油经济性的优势 也是比较明显的 下面再来说一下这台车的整体的驾驶感受 首先驾驶模式上也是有 Normal Econ 这个小按钮 还有一个Spot运动模式 即便是我调到了Econ模式之后 它的油门踏板调的也是比较轻的 因为它毕竟低速起步的时候 有一块1.8度的电池起步 所以在低速的时候 也没必要对动力太过的那么的限制 无非说在二次加速的时候 运动模式会更加的那种零巧一些 它作为一台混动车型 它也是具备动能回收的 它的动能回收感觉调的非常的微妙 首先我现在巡航状态下 我松开油门 它第一时间并不会带给我们一股 很明显的很强烈的那种反向扭矩的拖拆感 它首先它还会像传组燃油车一样 惯性滑行一段距离 然后慢慢的阻尼这种线性的增益 让它开起来 既能达到最高的动能回收 其次成员驾驶员开起来 都是非常的舒适的 整体的驾驶手感还是比较轻盈的 尤其低速柔酷的时候 它的在超车界面里也是有运动模式 但整体手感都是比较轻的 再往下说底盘悬架的表现 硬件上采用了前迈福信 后多连感独立悬架 整体的感受包括我现在坐姿 我现在已经把座椅调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姿态了 感受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轿车的姿态 悬架的柔韧度来说的话 是属于偏软的 并没有像咱们传统开的一些紧凑性SUV 会调得那么的软 整体的这种跟随性 以及侧向的支撑性还可以 而且像这台车型 从中高配开始 就十万多那款配置开始 就已经给配位了22级辅驾驶 看一下它的油表现在显示的平均油耗 已经达到了每百公里 4.6升 其实像这种混动车 它跑多跑跑市区的话 我觉得这种测试 应该对它的油耗会更友好一些 我觉得一会儿还能跑得更低一些 终于又回到这个停车场了 早晨我们十点多出发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了 绕着五环整整开了一圈 也经历了早高峰以及上下立交频繁的爬坡 还有高速巡航 基本上大家日常驾驶的这些工况路面 我们都给体验到了 这台车实际的表现油耗 为每百公里4.6升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除了它有一个高效的混动系统以外 我觉得这台车还有很多点值得说 比如这个非常年轻化的外观 无边框的前中网设计 还有两个样式 贯穿式的日行灯 都很有亮点 尤其来到车身侧面 4650毫米的设长 但它拥有2775毫米的轴距 就是紧凑型SUV标了一个将近2008的轴距 所以让它侧面看着非常的整齐 而且内部的空间依旧是非常的富裕 而且说到侧面呢 我觉得有一处亮点我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腰线 非常清晰 很有力量感的这么一条 切过来 很有那种肌肉车的感觉 来看到车尾 再看车尾这根贯穿式的尾灯 以及这个转向灯 有没有那种Master Master E的感觉 非常的美系肌肉感 而且整个溜背的造型 包括它高位刹车灯 都是设计的那种很新潮 开启之后 其实作为紧凑型SUV 它的地台高度吧 中规中矩 即便如此 因为它的后备箱没有多大的电池 所以说还做了一个下探的这种空间 除此之外 这边还有一块植物兜 内部也是比较规整的 而且后排座椅4-6分比例放倒 放倒之后给它插一组空镜 是可以放成纯屏的 很多朋友就等着这个呢 好 咱看完后备箱进入车里再看一下 来到浩瀚的车内 首先总体的设计非常的简洁 而且它空调的这种位置 悬浮式的设计很有层次感 说一下几块屏幕 首先前方仪表盘的尺寸是10.25英寸 中控屏的尺寸 一块13.2英寸的立屏 而且它搭载了Wonderlink 一个车机系统 界面还挺整洁的 空调界面在下方 还有全景影像等等配置 车型还支持5G的车联网 除此之外 后方的设计都比较简洁了 尤其这个挡霸 挡霸如果能再高一点就好了 现在这样抠的话 我感觉属实有点短 上面的设计还是比较精致的 这种防水晶切割的造型 很精致 还有一个Y型的导台 不过这都不是亮点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是它的置物空间 真的特别丰富 来咱们看屏幕前方 设计时还给你腾出了 这么一大块 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 下方还是置物平台 能放两个手机 这里还有USB12V电源接口 而且这一块也能放不少东西 除此之外 中央扶手箱打开 还是两层的 首先两个小背架 开口也是比较深的 可以连通空调冷气和暖风 进行置物箱的制冷和取暖 再说回我的驾驶坐姿 首先看到我们今天这台试驾车 是一个白黑配色 也很漂亮很简洁 双幅式的方向盘 挺宽的把手 这里还有一个运动模式的切换 小按钮 座椅的感受 整体的椅形 这种支撑感还是挺主动的 客户翼能看到高高的隆起 整个巨龙感还是挺强的 座椅功能上 主驾驶支持六项电动调节 同时前排座椅支持加热 主驾驶还单独的具备 通风和座椅记忆功能 这又是浩瀚前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再看一下 来我们来到风神浩瀚的第二排 别说这外观看着挺紧凑 2775毫米的轴距 众身是挺富裕的 说一下第二排的感受 首先它的座椅姿态是和前排齐平的 就很像小轿车那种座椅的姿态 不过有一点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它的坐垫是真的挺长的 尤其对大腿这块承托感是很不错的 而且靠背以及坐垫的这种柔软程度很舒服 自然坐上去这种下陷感 身体这种被包覆的这种铁颗感都是挺好的 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表扬的 再看一下后排的一些配置 配置表基础 头枕都是一体式的 这里打开还有个扶手托 里头有两个不带纤维器的背架 前排这里空调的独立出风口 下方USB Type-C充电口 会有一点小凸起 同时这里还有置物网兜 门板这边和前排一样都是比较简洁的 车窗按钮也是这种简单的拨杆 再往上看 闭柱这里也说了细节上的一副挂钩 头顶还有全景天窗 整体来看这些享受级的配置 都基本上给大家拉满了 最后总的一下 这台东风风神浩瀚DHI混动SUV 全系四款配置车型 即便是最低配9万多的那个版本车型 像这套出色的四档DHI混动系统 以及车机大屏智联网络自动空调等等配置 也都毫不吝啬给你配齐了 而顶配旗舰版也不过14.69万 还增加了辅助驾驶5G车联网 以及前排的座位加热主驾驶通风和记忆功能 能看出东风风神浩瀚是10万集中 难得的混动SUV 好这就是本期加量实测的全部内容 我是加量关注我 就强烈带你看更多新车